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公里的大纪梅尔卡附近有一段双方激烈交火的一个画面曝光 这恐怕是战争开打以来最近距离直接冲突的写实场面 而乌克兰现在撑了28天 美国国防部就认为这是过去8年来 西方国家的训练发挥了效果 枪声越来越近 阿兵哥瞬间提高警觉 持枪来到前线跟同袍并肩作战 这恐怕是无二战争开打以来 最近距离直击双方激烈交火的惊险画面 在敌军疯狂攻击下 画面中这名士兵准备用火箭炮回进 红碗一枚火箭回来填补弹药 其他士兵围上前帮忙掩护 再来第二枚火箭 这是俄乌开战28天将近满月后最写实的战争画面 地点就靠近距离基辅世界只有五公里的大忌美尔卡 CNN报导他们是车程人组成的小队 协助乌克兰抵抗俄军 除了有外援 乌克兰士兵也很争气反击 从陆地对海面上轰炸马里乌波尔的军舰发射火箭 尽管这座重要的战略港城已经被俄军包围近三周 工业区短短十几秒就连续九起爆炸场面害人 做困酬成下 乌克兰依旧不轻易屈服 美国把乌军顽强抵抗归功于西方提供的训练跟军武 但能撑整整28天的关键 恐怕还是乌克兰全民奋战到底的决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外交攻势最新视讯 意大利国会发表了演说呼吁支持乌克兰 扩大制裁俄罗斯 泽伦斯基表示呢 因为俄罗斯发动战争的目标不只是乌克兰 是想要改变欧洲的生活还有价值 并且也示警了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很有可能会酿成量食危机 意大利国会响起掌声 持续超过20秒 致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泽伦斯基不断跟各国国会视讯演说 他强调乌克兰是分隔俄军与欧洲的一道墙 是野蛮人无法通过的 不只捍卫民主价值 还有这项贡献 炮火下1.7万人逃到意大利获得协助 泽伦斯基除了感谢 也呼吁加大制裁俄罗斯 特别是石油天然气 都是变相的帮助普清 泽伦斯基外交出节同时 乌克兰宣称 一支俄罗斯特工率领的25人暗杀小组 在乌克兰与斯洛伐克边境被捕 任务失败 提供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预定23号 也就是今天要出发前往欧洲 24号要出席北约的领袖峰会 以及G7领袖会议 欧盟理事会议等 而白宫管顾问苏利文就表示了 拜登此行将会宣布新一波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同时还要调整美国在北约 还有东义部队的部署 展现出的是西方团结抗俄 苏利文也另外表示 目前尚未见到中国大陆 军援俄罗斯 拜登飞往比利时布鲁塞尔 周四和北约 G7和欧盟领袖会面 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将宣布新一波的制裁 除了展现西方团结 先前才当美国警告了中国大陆 也是会谈重点 拜登预计周五亲访波兰 周六会见波兰总统 乌克兰为基波兰首当其冲 拜登还要调整北约东义军队的部署 只是白宫发言人萨奇 周二传出确诊 这也是继去年11月后第二度染疫 他前一天才和拜登进行两次会议 拜登筛检结果呈现阴性 访欧行程不受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根据联合国的估计 乌克兰方面已经有超过20%人口 也就是近1000万人流离失所 其中超过了350万人 已经逃到国外去了 一夕之间变成难民 原本正常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受到的内心冲击 恐怕会引发包括了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重度忧郁症 以及恐慌症等等心理的疾病 世卫组织就表示了 乌克兰的难民 目前大多都能够得到 基本生活所需 但是依旧需要有人倾听 抒发内心的压力 因此特别针对难民 来提供心理咨询 乌克兰难民推着娃娃车 带着行李家当 来到波兰和乌克兰边境 放眼望去好几个帐篷 为难民提供基本服务 有了准备这层层的食物 婴儿用品 还有波兰人民捐赠的保暖义务 当地学校体育馆成了临时收容所 铺满型军床枕头毛毯通通有 世卫组织派了快速评估小组 和红十字会人员一起与乌克兰难民交谈 了解他们的身心健康需求 就但是一片混乱之中 一名乌克兰难民找到一个角落 精进地做起瑜伽 为自己找寻内心的平静 根据联合国统计 乌克兰已经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也就是近一千万人逃难 尽管欧洲各国敞开双臂 欢迎乌克兰难民 但是落脚异乡生活才是另一个考研 这位乌克兰女子欧琳娜在波兰工作 凌晨三点接到母亲来电 说俄罗斯打过来了 立刻收拾行囊回乌克兰 连夜将八岁女儿和姐姐等亲友 一共九个人带来波兰 起初他们隐瞒孩子 祖国正在战争的事实 但孩子们开始觉得不对劲 我们两天都在这里 他说妈妈 到家 离开了 都不够在家里 另一个挑战士送孩子上学 他们离乡背景不懂波兰语 对陌生环境很抗拒 然后他们到学校 我没有想到 说我回家 因为我不懂语言 我不想到学校 他第一天回到学校 然后第二天回到学校 他已经说对 他说我们每天都在学校 我每天都在学校 我每天都在学校 开启返乡潮 我愿意跟你的家 愿意跟你的家 你会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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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会留在那里 因为现在很多人离开 但你愿意留在那里 你愿意留在那里 对 我会留在那里 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国家 我愿意留在那里 我愿意留在学校 我愿意留在那里 他们认识 我愿意与我职业 我愿意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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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乌克兰难民 在自己的家乡 有份好工作 一期之间什么都没了 在他国短暂生活 或许还能接受 但未来要如何谋生 也是压力 过往的叙利亚或阿富汗难民 长期生活在战火下 逃到欧洲国家需要学习新语言 也要适应环境 但至少获得渴望已久的安稳 乌克兰难民没有体会过战乱生活 心理上的冲击更大 收留他们的国家 也必须提供更多心理协助 帮助克服文化差异 乌克兰人或许才能在异地 重新开展人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曾经引起了国际社会不安的 伊朗和协议目前谈判 进入到尾声了 以色列总理班奈特埃及总统萨西 以及阿联王储扎耶德 21号在埃及的红海度假圣地 沙姆沙伊赫来举行了三方的会谈 商讨的是如何来因应伊朗未来 可能会签订协议的一个状况 同时也针对了未来三国之间的 经济投资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 赛西强调了波湾地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绝对不允许任何的势力来破坏稳定 另外因为了乌尔战火导致物价上涨 三国领袖也针对包括能源市场的稳定性 以及粮食供给安全等等 进行因应措施的讨论 回到国内看到是今天凌晨1点41分 花莲近海发生了规模6.6的强震 最大的震度在台东的长滨有6级 而这也是921地震之后 规模排名第5的一个地震 而且发生之后陆续就有多起的余震出现 气象局表示了如果把规模3.6算在里头 那么已经超过了150起 突然一阵天摇地动花莲长虹桥 监视其画面猛烈摇晃 23号凌晨1点41分 花莲县近海花东昭界处 发生规模6.6强震 地震深度30.6公里 几乎全台有感 其中最大震度在台东长滨来到6弱 已经有54个余震了 那这54个余震里面 有一个余震是规模超过6 那有4个余震 规模是超过5的 截至上午10点累计9个显著地震 加47个小区域 一共56起余震 据需气象局也说 若把规模3.6以下余震算在内 已经破了150个 三天内还有可能 有规模5到6之间的余震 目前很难判断 还会持续多久 地震推挤能量大部分 从北边花莲破碎带就放掉 这回因为变形速度慢 刚性大累积多年才破裂 是49年来在这个地区最大的地震 921地震后规模排名第5 气象局认为这回地震释放能量 相当巨大 我们大概的猜测 有可能这个地震的活药期 活药期有可能已经慢慢的 已经来临了 甚至我们已经进入一个 一个活药期的周期之中了 另外震度新制实施后 首次在长冰测道六弱 其实在人的感受上 摇晃剧烈 甚至站着都难 部分耐震能力差的房屋 还有可能损坏到他 至于五强则是几乎所有人 都会感到惊慌 这次地震威力 全台都有感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花莲强震 花莲玉里震度达五级 受损最严重的就是 正在进行拓宽工程的玉星桥 上周六才刚刚完成了 调梁的作业 就最近开始失作 间隔梁工作 就受到地震影响 发生了侧翻 断裂等等情形 而且现场确认 32只的玉力梁 倾斜断裂28根 也影响到既有的 玉星桥通行 所以目前采取改道的措施 另外还有包括 玉里的砂石厂 以及粘米厂 都受到影响 从空拍画面看 好几处桥墩 从中间断裂 直接脱落 掉到地面上 经工程人员 以及厂商到现场确认 总共32只玉力梁中 旧有28根断裂 由于玉星桥 日前正在拓宽工程 才刚刚完成的 I型桥梁就断掉 造成玉星桥南下县策 积慢车道空间受阻 目前已经启动 临时改道措施 不仅是我们已经损坏了 这些新的大梁 包括旧的玉星桥 我们现在暂时是封闭的 然后检查它 旧的结构 有没有受到损伤 如果没有受到损伤 那我们把这些 损坏的这些梁 处理掉之后 我们预估大概一天的时间 把它处理完 处理完就可以 这个旧桥可以开放通车 大桥断了 花莲玉里的店家 和民宅也灾情严重 杂货电仓库 地板又湿又滑 好几箱饮料 被震得东倒西歪 玻璃瓶摔破 饮料全部流出来 店内放在桌上的杯子 也都摔碎 老板只能拿扫把 不断清扫 凌晨的地震 吓坏花莲地区的民众 连瓦斯桶都倒在路边 整条街散发浓浓瓦斯味 幸好消防人 及时抵达排除危机 我从12楼跑下来 地震两次 超害怕 超害怕 另外砂石厂也损失惨重 厂内设置的砂石储存槽 以及输送带都被震垮 发电机和配电箱设备被压坏 业者初步估计 得花1500万元才能修复 这个锄料桶当时 就是砂石存了差不多400吨 两边有两桶的话 就是有800吨 它压到电线杆 那边电线杆是在 刚好就是在那个桶子的后面那边 位在花莲域里 粘米厂铁皮仓库 受地震影响 屋顶严重变形 厂内大约1000多段的稻米 冲破铁卷门全部撒出来 工作人员只能开挖土机清除 尽管没有人受伤 但这场强震 让花莲的夜晚很不平静 TVBS新闻高雄 黄敬芬花莲报道 全球第一线现场 现场是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 欧女中老师 老师晚 是说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我们看到拜登 他23号启程到了欧洲 参加欧盟峰会 而且在25号他会出访波兰 他出发前特别示警了 俄罗斯可能会动用到化学武器 并且发动网攻 同时美国也将会祭出新一波的制裁 所以外界就分析了 这一次的战争好像让拜登找到一个点 可以帮他的其中选举 拉回一点分数 真的是如此吗 请教老师 是其实过去传统上来说 当战争发生的时候 尤其是这种国家危机 国安危机出现的时候 通常都会出现一种叫做聚齐效应 就是巩固领导中心 所以对历任美国总统来说 我们只要看到美国参与了任何战争 大概总统的支持度都会往上攀升 可是这一次跟过去不太一样的部分是 美国拜登总统很早就已经说了 美军是不会参战的 也就是说整体来说 美国的军事的力量并不会部署到乌克兰 那就不会相对来说 就不会像过去的战争发生的时候 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对于领导人的一个支持的力道 这点从最新公布的盖洛普民调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及各项的民调 拜登总统的支持度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还是属于一个低谷的状态 并没有因为乌克兰的情势有大幅的改变 可是如果以细项来说 确实对于拜登在俄罗斯的态度上面 民众给他的评价 从这个月跟上个月在战争发生之前 事实上是有攀升的 认为拜登处理俄罗斯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有加分 大概要升5到6个百分点 但是整体的评价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值得关注的是在整体的民调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民众对于经济 尤其是拜登总统在经济上的表现 仍然是给比较相对低分的 到目前看起来只有35%左右的美国民众 是认同拜登总统的经济表现 这也告诉我们说 现在美国大概关注的议题 因为乌克兰的战争并不是美军去投入的 所以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冲击 反而最关注的还是 美国国内的民生经济的问题 而拜登总统在处理乌克兰的事件 也很清楚的看到 因为乌克兰的事件会影响国际油价 会影响通货膨胀 会影响美国的经济 所以如同我们所分析的 很多朋友也许认为说 传统上只要有战争 大概美国总统就会有一个话题 有一个利基 可以对他的其中选举有帮助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 因为这一次除非美国真的开始转向 开始除了经济制裁之外 要投入更大的军事的力量 否则短期之内 拜登总统的民调 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而且甚至我们会担心的是 如果乌克兰的 拜登政府应该要担心的是 如果乌克兰的危机持续 对美国的经济 对全球的经济 继续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 恐怕对他的其中选举 不但没有加分 反而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担忧 民主党要非常的努力 来挽救现在美国国内的 民生经济话题 否则真的 其中选举大概没有办法 靠着乌克兰的战争 有太大的加分 好说到了这个制裁 我们就来看一下 反对各国对他的制裁 所以俄罗斯就宣布 退出对日本的 二战和谈的条约谈判 引发的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怒回不能够接受 而且坚决表示说 继续制裁俄罗斯 老师我们怎么看 关于这俄罗斯 退出了和平条约 可能产生哪一些影响呢 是 其实俄罗斯退出和平条约 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比较像是象征性的意义 大于实际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事实上俄罗斯跟日本 这个二战的和平条约 是从1945年二战之后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日本北方的 这几个岛呢 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领土的争议 1956年 也就是距今大概已经65年 66年之前 1956年这两个国家 俄国跟日本 俄罗斯跟日本 当时的苏联跟日本 其实有签一个暂时的 双方的联合公报 可是在联合公报当中 只有提到说双方暂时停止交火 并没有签下一个更加仔细的 所谓的和平条约 那过去这60多年来 事实上日本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在北方的领土上面 仍然有不断的有争议出现 也不断的透过会谈的方式 想要解决争议 但是都没有实际的进展 真正有比较重大的突破 必须回到2012年到2020年 这8年 日本前首相安倍首相任内 因为安倍首相采取的是 比较抗中的策略 他当时采取的方式 是跟普丁进行更紧密的交流 希望采取连俄制中的外交手段 来钳制中国 拉远所谓的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甚至拉近日俄之间的关系 希望可以帮助俄罗斯 在跟中国的进行的 不管是在经济上 还是政治外交上面的对抗 可以有比较有大的力量 所以2012年到2020年这8年期间 安倍首相跟普丁就见面了27次 其实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可是现在的我们说 象征性的意义比较大的原因就是 当安倍首相下台之后 日本的这个路线 尤其是在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做出太大的改变 那跟俄国的关系 基本上也放弃了过去安倍 比较连俄制中的一个路线 所以其实我们说 这个停战协议 或者是所谓的双方进行的和谈 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实质的进展 所以俄罗斯采取这个政治上的动作 去强调说他对于日本 对俄罗斯进行的 所谓的经济制裁感到不满 真的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 现在岸田首相所做出来的反制 或者是言辞上面的不满 事实上也是象征性的意义比较大 我们后续要观察的 是在俄罗斯这次俄乌之间的冲突之后 普丁到底是不是仍然能在俄罗斯掌权 如果普丁能够继续稳稳的 拿着俄罗斯的政权的话 或许未来日俄之间的关系 在诸克兰的纷争结束之后 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大的冲突 这个也会连带影响到日本 在东北亚的布局 因为俄罗斯跟中国很有可能走得更近 对日本来说可能冲击会更大 当然比较对于俄罗斯 或者对于日本 或者是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 俄罗斯如果能够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政权转移 或许从西方角度来说 是比较在东亚地区会比较有安全 安全上面的疑虑会降低一些 不过现在目前看起来 古丁的政权还是稳固的 所以我们可能看着后续的观察 短期内日俄之间的关系 确实不会回复到 安倍首相过去的那段时间 走得比较近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日俄之间 恐怕冲突会多一些 另外这场战争 根据了五角大厦最新说明 美军虽然在东欧加强了部署 但是把中国大陆视为 头号对手的长期目标 不会改变 尤其我们看到这次战争 美方一直要北京当局来选边站 但是他们没有要求 北京出面来协调 感觉的出来 美方防备心态还是很重 这话语权掐得很紧 美中关系后续如何来观察 请教老师 是其实美中关系 我们从初来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到目前为止 双方基本上是没有互信的 从美中开始打贸易战 川普时代到现在 过去的三四年之间 事实上美中之间的紧张情势 是不断的升高当中 而且又再加上COVID的疫情 让许多美国民间 以及中国民间 对于对方的态度跟观感 都是呈现朝向负面的情况去 负面的方向去前进 这导致了中美之间的竞争 恐怕不只是短期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 都会出现比较负面的一个交流 所谓出现负面的交流 代表的是双方可能还要在政治上面 进行一些计算 进行一些盘算 什么时候可以比较强硬 什么时候稍微的缓和 以目前的状态来说 短期之内拜登政府恐怕会更加的强势 来对中国施压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乌俄战争期间 全球的氛围上面是比较力挺 乌克兰 而中国现在采取的是比较中立 所谓北京当局认为这是一个中立的态度 可是这个中立态度 看在西方国家眼中 就会变成你似乎没有打算要站在历史上面 政治正确的一方 这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比较不满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担心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拜登政府 可以趁着这个整个的国际政治的风向 对中国采取更大的施压的手段 可能会中国在其他的议题 不只在乌克兰的问题 可能会连带的吧 新疆的问题拿出来 或者相对来说 中国有任何的其他的问题 都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出招 这个时候打出这些牌 我们看到这些外交的政策 或者是所谓的国安外交的攻防 基本上我们要看的是 美国其实抓住的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 其实美国很清楚 中国到目前为止 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 就是经济跟维稳 尤其是习近平打算在今年下半年 进入他的第三任期 这是超乎过去突破传统的第三任期 所以美国现在盘算的是 习近平在就任 进入到第三任期 这个过渡的这段时间 首先要观察的习近平的政权 到底是不是很稳定的 可以进入到第三个五年 第二个是中国的经济 到底是不是在西方的经济的 这个围堵之下 能够继续稳定的发展 如同北京自己所设定的 所谓的内循环外循环 真的能够稳住中国的经济 这些是美国现在在观察的 美国也就是因为这些观察 所以认为现在可以更强势的 对北京来施压 尤其是在今年年底之前 确定习近平的政权稳固之前 但是我们要说 这个形势如果发展下去 到了2022年的年底 如果习近平 以及北京当局的政权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动荡 而中国的经济也继续的 按照现在的成长 稳定的在成长的话 到了2020年下半年 2023年初的时候 美国方面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拜登总统跟民主党 就会进入到其中选举之后 可能民主党的政权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弱势 而又进入到下一个2024年的 所谓的总统大选的循环当中 这个时候的美国的政策 可能就会更加的值得观察 或许我们会看到民主党共和党 两党的总统候选 都打算要更强势的来面对中国 中美之间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没有缓和的迹象 看起来会是比较大的冲突 正等在前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台湾 可能要更加的紧密的去观察 现在中美的局势 看起来双方并没有打算要让步 那接下来这一两年 可能是非常的关键 那2024更是重要了 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以及甚至台湾的选举 都会受到牵动 好不仅是美国方面有一些动作 欧洲方面也是一样的 欧洲议会的外交委员会 就通过了欧盟还有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报告 草案提及了台湾 点名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重要伙伴 以及民主盟友 支持台湾民主发展 并且重申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老师我们怎么看他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决议 是其实我们刚才才谈到这次的乌克兰的战争 事实上已经把全球的所谓的对民主国家的支持 这种想法提高起来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说 国际现实除了民主的价值 除了这种声明呼吁之外 恐怕要看得更实际的是行动 因为我们在乌克兰的事件也看出来了 各个国家基本上都发出了声明 大概都发出了谴责 对俄罗斯是谴责的 也都发出了各种言辞上的支持 或者是人道物资的救援 但是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反思 除了这些救援 除了这些声明跟这种言辞上的力道的支持之外 到底有没有实际的行动 真的能改变乌克兰面对到的困境 目前看起来乌克兰人民仍然在战火当中 仍然在接受这些冲击 那同样的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感觉 大概就会扩散出来到其他的国家 不仅仅是在台湾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在看到了乌克兰的纷争之后 会进一步的去反思 所谓的国际的支持 所谓的外国的支持 是不是相对来说 不如所谓的自己国家自己救 我们看到任何国家对于台湾 给予比较正向的 或者是对于台湾想要表达支持 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来说都是好事 可是我们可能要更理智 更务实的去看待这些支持 到底距离行动有多大的距离 欧洲议会光是从欧洲议会的提议 说提到台湾是不是就代表了欧洲的整个27个会员国 都有支持台湾的一样的强势的力道 我们光是从现在看到的现象就知道 其实欧洲国家针对不同的议题都有不同的意见 欧洲议会它是一个比较参考 提供参考意见的组织 不管欧洲议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对于欧洲的国家来说都是参考性 而不是有强制性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国家对于台湾的支持 但是台湾听到这些好消息的时候 恐怕也同样的要更理性 更审慎的来看待 支持跟行动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怎么做好 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 恐怕是更重要一些 确实像老师所说的就是靠人不如靠己吧 接着我们就来看到 随着伊朗的核协议谈判进入到尾声了 以色列总理班奈特还有埃及总统赛西 以及阿联王储扎耶德 21号他们就在埃及举行了三方的会谈 谈到哪一些有哪一些观察重点 请教老师 是其实就如同我们刚才提到的 舒桓提到的靠人不如靠己 为什么以色列跟阿联酋以及埃及会谈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靠人不如靠己的概念 这三个国家事实上在历史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争议 阿拉伯地区的国家事实上跟以色列过去可能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根本不想往来 因为历史宗教的冲突 事实上这些国家是不愿意在一起的 为什么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国际体系 当初那个一超多强的美国拍桌子说了算的 那种体系已经不在了 过去这些国家虽然互不往来 但是都某种程度受到美国的影响 但是现在因为美国对于整个中东地区 尤其在阿富汗撤军之后 事实上对于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是衰退的 至少在印象上面各个国家都会觉得 阿富汗地区的撤军造成 他们觉得未来对于美国的依赖必须要往下降 但是要减低对美国的依赖 同时又要守护住自己在区域当中的安全 该怎么办呢 没有大国可以依靠 现在在阿拉伯地区跟中东地区 越来越多国家思考的是 怎么透过跟地区之内 过去可能是意见相躲 但是还没有到仇敌的这些国家 重新破冰 重新建立好关系 透过区域组织的合作 透过更多的对话来稳住区域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一次的高峰会 它是一个历史性的高峰会 伊拉克 以色列 以色列 埃及 以及阿联酋这三个国家关键的核心 为什么他们会走在一起 就是因为伊朗的核协议现在眼看着美国 英国等西方国家为了要平稳国际油价 要让伊朗的这个核协议重新回到谈判座 甚至是重新推动 可是对这些国家来说 伊朗的核协议一旦签订之后 伊朗它继续拥有核子武器的研发能力 而且伊朗可能会因为油价的关系 获得很多经济上的财力的挹注 这对这三个国家而言 并不是一个安全上面的一个很好的发展 所以这三个国家现在面对的西方国家 已经决定要把伊朗拉回到世界的舞台上 要把伊朗的石油继续回到国际的市场 这三个国家现在要自己想办法 找到一个方式来建立所谓的安全合作机制 目的就是取代未来 不用依靠美国 在没有办法依赖美国 没有办法依赖西方国家的情况之下 仍然能够找到盟友 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找到可以支援的对象 所以自己国家自己做就自己的区域 自己想办法维持和平 现在这个国际的体系的改变 已经让更多的国家意识到 真的要靠人不如靠己 我想其实台湾从现在的国际变局当中 真的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课题 那也看到了一些机会 只不过这些机会我们能不能掌握 可能需要更加仔细的观察 好 没错 真的是这一把战火烧出的是各地区的一些隐忧 整个优患意识都起来了 后续如何来观察 还要持续麻烦老师了 感谢老师今天的分析 好 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一回在乌尔战场上头 反装甲的标枪飞弹 可以说是大出风头 不仅是吸带很方便 而且打了就能跑 还有呢 靠着红外线的导引 往往能够非常精准摧毁目标 而我国国军其实也有这一款标枪飞弹 带您来执行 发射后只要远远看着飞弹直朝目标 不管是远观 还是近看震撼力都很强大 而且打了就能跑 标枪飞弹替乌克兰立下不少战果 同款装备国军也有 全重23公斤具备射后不理的优势 更号称装甲车的开关器 双手前将飞要上肩 陆军弟兄阵地实际操作 但除了在户外模拟 正常上要力求弹无虚发 还得经过层层训练 那继续做目标的搜索 透过投影幕模拟真实正常 陆讯部标枪飞弹电脑模拟 射击器首度曝光 想成为合格的标枪兵 都得先在这接受136小时的训练 还得经过严格太除机制 一个标枪兵来讲 受训期间约一个月的时间 那课程区分为机械训练 射击议以及射击训练 这款国军现役反装甲武器 标枪飞弹主要坐在地上操作发射 有效射程2500公尺 最大射程4750公尺 摧毁力强 可从战车顶部攻击 有着战车杀手称号 如今我国军也向美方采购 新款系统42套飞弹400枚 预计明后年各结装200枚 将能替国军反装甲再填展力 我们面对对岸的威胁 那我们我国军很早就在提升 各部队的反装甲的作战能力 那标枪飞弹的部分 它属于第三代的自动导引飞弹 那相对它具有软四八射 那可以增加这射手在战场上的存活率 俄军随着这款标枪飞弹 在乌尔战场扬明立万 替我反装甲新一战令 挹注更多信息 TBJ新闻中海 刘亦军筹军军业风伟高雄报道 俄军进军基辅 却是久攻不下 现在面子似乎有点挂不住了 日前他们动用了 匕首级音速飞弹 攻击乌克兰的后勤设施 然而这款武器战力极强 可以说是俄军的杀手 选在这个时候来出手 不免就让人很质疑说 难道俄罗斯的战况是相当吃紧吗 不过专家就分析了 其实这不仅仅是要达成表面的战果而已 更重要的是要展现出 俄罗斯的核武打击能力 来威吓欧美国家不要轻举妄动 乌尔战争胶着之际 俄军宣称动用极音速飞弹 击毁乌西的地下化弹库 以及乌南的油库 这款人类史上首次运用的战略性武器 竟然只拿下这样的战术性目标 各界疑惑 难道俄军真的穷途末路了吗 这个照理说这些东西应该是要用来攻击高价值目标 也许他乌尔战争一直焦灯 也没有办法获得决定去战股 他可能有一些急躁 那也可能是担心 他自己败持没有太多的本钱 所以一次把这个赌注升高 要嚇阻西方或是北约国家 对俄罗斯或是对乌克兰可能的 进一步的这种军事行动 这次俄军动用的匕首飞弹 据称射程超过2000公里 速度10马赫 可以携带常规弹头和核弹头 专家分析 这次攻击拿下的战术成果 只是表面效益 实质上的战略威择才是重点 其实他这是一种核威择 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用传统弹头 我明天我也可以换成核弹头 意思也就是说我不是没有能力 只是我们现在为了人类的未来着想 所以不要造成这一种大家的误判 所以他还限缩在使用传统弹头 但是他已经充分展现了 他核威择的一个实力 极音速飞弹主要依靠超高音速飞行 规避敌军的防空雷达与拦截系统 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任何防御武器 能够有效反制 极音速飞弹通常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大家熟知的弹道飞弹 将弹体发射到外太空 再以重力加速度重返大气层 它的速度可以达到8到20马赫 东风时期就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种是极音速滑翔载具 它可以一样发射到外太空 并且在大气层边缘乘波飞行 让它的弹道更难以被掌握 第三种就是极音速巡翼飞弹 它不需要发射到外太空 纯粹在大气层内 以超然冲压引擎来推进 当然它的技术难度也就更高 而军英这次使用的匕首飞弹 就是这种类型 目前俄罗斯号称有三款极音速飞弹 除了这次亮相的空射型匕首飞弹 还有能从前舰发射的号石飞弹 最后则是陆基发射的伊斯坎德尔飞弹 这三款武器都号称具备核打击能力 将陆海空核三位一体的概念 彻底聚上化 其实核三位一体这个称呼 当初就是因为俄罗斯 先做到而拿出来谈的 这次只是展进给你看 我的核打击能力已经准备在那个地方 那要不要用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如果来看乌克兰那个范围 它其实不用打匕首飞弹 如果我们把用乌克兰为中心画一个半径 两千公里的半径画 其实欧洲大部分在里面了 所以它这个威慑的味道是非常强烈的 日前美俄双方的末日飞机 也都宣示性升空 以确保核战爆发后 指挥体系不受瘫痪 持续掌握自身的核反极能力 虽然种种动作似乎宣示大于实质 但各界仍然期许 面对末日威胁 各方还能保有足够的理性 TVBS新闻何嘉阳顾上军 台北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将满一个月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于北约 迟迟不敞开大门 显得非常失望 现在更表态说要放弃加入北约 换取的是跟俄罗斯来和谈 泽伦斯基也表示非常希望跟普京来会面 但是俄罗斯方面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就表示 在双方取得共事之前 谈见面都太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语气无奈又失望 北约既然不可能对乌克兰敞开大门 他也决定不加入北约 换取停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希望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坐下来谈 但克里姆林公认为时机还没到 不过乌克兰的战火持续 南部港口马力坡几乎被炸成废墟 从乌克兰境内一张张空拍照来看 不止重要设施被轰炸 住宅区也遭炮击 破碎的家园即使现在停火 也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复原 乌克兰八年前推翻亲俄政权 当时有一名参与示威活动的歌手 现在他加入军队 挺身而出对抗俄罗斯的入侵 另外一位同样是用歌声获得支持的 是之前在基辅的防空洞唱冰雪奇缘 在网路上头爆红的七岁女童 她已经逃到乌克兰了 她在募款的演唱会上献唱了乌克兰的国歌 慷慷激昂的乌克兰国歌小女孩用稚嫩的声音诠释 穿着乌克兰传统服饰 小女孩台风稳健 博得满堂彩 自己也很开心 还记得她吗 这位七岁女童 就是之前在基辅防空洞 唱冰雪奇缘主题曲的Emilia Emilia后来平安逃到波兰 而这场演唱会的收入将会捐给PAH波兰人道主义行动 帮助因为战乱逃离的乌克兰难民 唱着轻快语调 弗门科是乌克兰民谣摇滚乐团的主唱 八年前她就曾在推翻亲俄领导人的示威活动上献唱 这一次为了对抗俄罗斯 她加入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资助的后备部队 已经持续跨一个月的乌俄战争 目前还看不到尽头 TVB正纵报道 全球声援乌克兰不同的行业有不同做法 在美国一家乐高积木的特约商店 他们就自行制作了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积木公仔来义卖 公仔身穿的是橄榄绿色的服装 脸上有胡渣和泽伦斯基是微妙微笑 而公仔每个售价100美元 折合大约台币2855元 获得了广大回响 两次印卖总金额是超过了16.1万美元 折合一下大约是台币500万元 全数都交给了国际人道组织 提供给乌克兰难民医疗相关的援助 接着回到国内看到南港展览馆的智慧城市论坛 北市府证实了又新增了一名波兰籍的外兵确诊 活动紧急提前结束 外兵们都要再裁剪 只是这场活动为什么会发生贝里斯一团呢 有人确诊却差一点被漏筛 卫福部长陈时中把问题丢回到国发会 他说都是因为这公文太晚来了 所以卫福部还来不及批准 医护人员全副武装 还有好几辆游览车stand back 这里是南港展览馆 智慧城市论坛 外兵确诊再加一 活动紧急提前结束 所有人得现在进行裁剪 的确是有一位 那现在正在做 他的CT值比较低 大概20几 那昨天还是阴性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阴转阳 阳转阴 北市证实这名确诊个案 最了解是波兰外兵确诊 不过这一场前一天可是包含市长柯文哲 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都在场 只是除了这名个案还差点 贝里斯一团17人没被筛检到 成为落网之余 外界把矛头指向指挥中心 难道泡泡又破了 就照着原来的规则在走 原来的来行文 就是到下他的旅舍来做检验 他是下午的外兵的检验的场所 是在机场 那因为下午我们就批文 陈时中把球丢回国发会 这批访团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确实是专案处理 饭店裁剪 后来要改成到机场 但公文直到3月18发出 可是21号外兵已经抵达 22号上午活动开始 下午公文才被批准 但就因为公文时间差 差点让疫情更大风暴 恐怕相关部门也难辞其咎 TV表现如红昌程序 李祖恒特别报道